爸 子梁 你 又会 你是怎么回事 我问过文子 你不是到南部去出差 不是请假 小姐说她也有看到你 什么状况 你老实跟我讲 爸 对不起 约会她因为胃溃疡昏倒 我担心她的身体 所以请假去照顾她 她的身体太虚弱了 实在是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妙妙 我 约会身体不舒服 有千惠可以照顾她 有医院可以照顾她 还可以请看护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照顾她 是因为我 讲 因为我喜欢约会 我喜欢她很久了 你 其实这件事情 是我跟千惠串通好 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 约会根本不会让我照顾她 爸 你别怪千惠 这是我的主意 她只是配合我 约会为什么不让你照顾她 因为她 因为她 还没有接受我 所以你喜欢约会的这件事情 是你的一厢情愿 约粮 你跟约会这件事情 你妈妈是不会同意的 你自己也知道 你妈妈对你的期望很深 爸 那你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 我也不同意 对了 儿子啊 既然约会对你没有那个意思 那事情就比较好办 我是希望啊 你好好的考虑考虑 赶快把对约会的感情给我们收回来 不然这件事情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之后 肯定会天翻地覆的 会有家庭革命的 我担心到时候会对约会不好 你自己也很清楚 约会很辛苦 她不应该经历这些的 感情这种事情怎么可能说收就收 说放就放 男人嘛 不管怎么说 你都要选择放下 我会帮你保守这个秘密 不会让你妈妈知道 子梁啊 玉慧真的是一个好女人 我也知道 可是 她不适合你 我以为你会支持我 陈松 约会啊 handed 祖叔 找我 真不好意思打擾你 其实我是来 要找你聊一下子梁的事 我也正打算找你聊一下 你身体好一点没有 好多了 我想明天应该就可以开店了 这么快啊 有些事情是不能勉强的 还是要把身体照顾好比较重要 祖叔 我没事 这你不用担心 好 谢谢你的关心 那个 我妈妈跟阿嬷 他们都知道了吗 我怕他们的反应太大 所以没敢跟他们讲 真的很不好意思 造成你的困扰 只是那个 一点点 但你不用担心 我很了解你们家人 对子梁的期待 我相信他 也值得遇到一个更好的对象 我跟子梁 就只是朋友关系而已 我以为这只是你单方面的想法 不过子梁未必会这样想 他是跟我告白过 但我跟他说得很明白 就是我们两个只是普通朋友 对子梁也跟我说过 子梁也跟我说过 他说你们之间是他的一厢情愿 不过义慧 子梁是我的儿子 他的科学我最清楚 他不会轻易放弃的 这点你可以放心 我会跟他保持距离 那我相信 我不接受她 久了她也会放弃 这个 这个 依慧啊 真的很谢谢你 我也想跟你说真对不起 很不好意思 你知道梓梁的妈妈跟她阿嬷 她应该说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你 只不过是因为 这我都知道 你说的我都明白 我自己也有一个女儿 做人父母的 我懂你们的想法 你这么懂事 又这么善解人意 我 吴叔叔 只能祝福你找到一个 很适合你的人 将来过得幸福快乐 谢谢吴叔叔 那你们之后 还是要常来我店里吃牛肉面 那一定 当然啊 你这几天没有开店 我都找到一个地方 可以吃到好吃的牛肉面 对了 这吴秀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好 有空去你店里吃面 没问题 好 好 吴叔叔拜拜 再见 谢谢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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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